現在就要跟各位講地震來的時候我們要採取的措施 我們有四字要決 關開必散 關電源 關瓦斯 我們地震之後 經常會因為瓦斯外洩引發火災 剛才講過那個舊金山大地震 遙沒有多久 大火燒了三天三夜 日本明古屋大地震完之後也有地方會起火 所以要先關電源 關瓦斯 以免造成之後的危害 開大門或者是把落地窗打開 因為怕搖完之後防止扭曲變形的門開不了了 所以先把大門打開 就是通道打開 你有落地窗 潤窗打開 讓你可以出得去 臂就是躲起來 等一下講電視就躲起來 躲完之後 搖完之後 如果你沒有被壓住 你就散 趕快疏散 趕快疏散 那有個臂要躲起來 要怎樣躲起來 有一個生命三角的影片 我以前有放 我今年不放了 因為這一次臺南地震之後 就有兩三家媒體在不斷地尊尊教會我們 生命三角的想法是不對的 我的講義上面也有一個很漏漏長的文章 在跟你講 你就把他看一看 如果你覺得他文章很長 看不下去 很難看得下去 那就麻煩你再看最後面 最後面二十六頁 二十七頁 二十八頁那邊 因為他在告訴你 我們到底該怎麼選擇 到底該怎麼躲 那邊比較重要 那到底是什麼叫做生命三角 生命三角是什麼意思 生命三角的意思就是說 我找一個堅固的東西 房子垮下來 卡在這裡 這邊會有一個躲的地方就是一個三角形 叫做生命三角 它裡面說 它裡面說 它做了一個實驗 這樣躲很好 我的文章有告訴你 這一次的新聞也有告訴你 那個實驗有什麼問題 那個實驗為什麼不能夠表現出真正的地震狀況 真正的地震狀況 然後 它又說 它是去學校 發現學生都被埋起來 它講說 你為什麼要躲不躲在旁邊 要躲在這 躲在底下被壓住 那我要告訴你 我要告訴你 我要告訴你 如果是在這裡 一定要在教室裡 我還要確定 躲起來 不要企圖找什麼生命三角 你覺得你們的桌子 房子都垮下來 那不然你擋不住嗎 擋不住啊 所以你根本就沒有生命 除了剛才那樣講桌 還有機會得到的生命三角之外 其他大概通通都沒有機會了 而且 叫這個壞處 什麼壞處 燈太多 房子沒有垮下來 燈先掉下來 你躲在旁邊 至少被殺到 至少被殺到 所以還是把它躲起來 還是把它躲起來 還是躲起來 那到底要怎麼做 美國 日本 包括上一次電影 加州那個教授 都做的是同一個動作 叫做 蹲下 掩護 穩住 就這張照片 這個是 民國104年 美國在10月份辦一個全國的 全國的 統一的 防災演習 避難演習 美國地下所所公布出來的照片 要大家這樣做 你去加州大地震那個教授 在兩次聊天工作這件事情 立刻找地方躲起來 蹲下 掩護 穩住 所以在教室裡 我會告訴你 就躺在桌子底下 你的身體閃進去 轉你的頭 閃進去 保護你的頭部不要被殺到 保護你的頭部不要被殺到 好 蹲下 掩護 穩住 生命三角 叫你不要躲在床底下 因為怕床底下來的床被壓扁了 你的底下最少被壓扁了 愛躲在床旁邊 他說停車場 要你躲在車子旁邊 不要躲到車子的裡面 等一下我看個影片 他會告訴你 要躲到車子的裡面 為什麼我後面要跟你講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麼簡而言之就是 有人這樣建議 有人那樣建議 最後必須要你臨場判斷 怎樣做會比較好 因為各地的狀況都不同 各地的狀況都不一樣 所以你要臨場判斷 怎麼做比較好 前面講的重點叫做 關開必散 關鍵員 關往師 開大門 就地延閉 沒事就趕快疏散 然後告訴你 現在世界各國 所告訴我們的 多變化就是 蹲下 掩護 穩住 就是我們所教你的 地震來的時候 我們所應該採取的措施